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今天是周末 希望大家在交易观中注意不要慈长过夜 那么昨天比较重要一个事件 全球都在讨论 那就是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所以我们今天就以我们这个观点 去给大家判断一下 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 我们看一下基本的信息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第二季度年化环比下降0.9% 这是继第一季度下滑1.6%之后 美国GDP连续第二次的下滑 符合市场通常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 那么关于这个定义 中金公司华尔街 纷纷都已经发出了警告 特别是中金公司 发布了一篇很详细的文章 去讲美国是不是进入一个衰退 那它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美国经济正在滑向衰退的路上 它没有说现在是不是真的衰退 只是说这个衰退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给了很多证据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耶伦在美国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 强烈否认了美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的说法 耶伦认为经济衰退是指 我们的经济出现大范围的疲软 包括大规模的裁员 大规模的裁员有没有出现了 英特 Facebook 苹果 这些企业 如果说你最近有看我们的节目 应该知道 他们已经开始怎么样 裁员了 并且停止了招聘 但是还没有触发这个什么 大规模的裁员 但是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是吧 第二点 企业倒闭 企业倒闭这一点 我们没有明确的数据 如果大家有 可以分享出来 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倒闭的参考我们国内 其实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大家的环境都不太好 所以企业倒闭这一块 不属于美国独家 全球都是差不多 家庭财务紧张 家庭财务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美国申请失业金人数 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波动 反而夫妇都是在3到5万的一个便幅 没有这种突然间这种猛争 出行失业金人数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一个支出的数据 我们看到也没有说 很大的这种断崖式的波动 或者这种下滑 没有 所以还是比较稳一点 第二个 市营部门活动放缓 这一点我们通过前几天的一个节目 看到其实很多这种小餐饮 还有这种小门店 对吧 他们的招工需求还是蛮高的 所以经济衰退的定义里面 大规模的裁员 企业倒闭家庭财务的紧张 这几个数据都只是一个苗头 还不是一个大范围的事件 所以美国的经济衰退 现在去说为时过早 看一下耶伦是怎么去反驳的 耶伦强调 从经济来看 美国仍然在创造就业的机会 它飞动数据的确也不是说特别差 家庭财务状况保持强劲 消费者仍然在支出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是在下降的 企业仍然在成长 企业仍然在成长这一点 今天英特尔也公布了财报 也出现一个下滑 所以耶伦的这些观点有点站不住脚 因此美国衰退的苗头 已经是明确的摆在桌面上 大家都已经看得到了 所以怎么嘴硬都是没用 但是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 就已经强调了这个点 美联储为了降通胀 我们可以牺牲就业 我们可以牺牲经济 所以衰退也好 就业大将也好 都在美联储的预判之内 所以只要美联储的动作没有放缓的话 美国衰退的声音就不会停止 第三点 美国经济究竟衰退与否 最终还需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裁定宣布 而该机构可能在几个月后才会做出裁决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经济衰退 当前是炒一个概念 那未来几个月以后 至少今年就不会再公布了 对吧 可能会去到2023年才会有这个裁定 因此美国经济衰退了吗 现在来看还是有点早 但是已经有一些苗头了 如果说美国经济衰退 对黄金原油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肯定是利多黄金的 美国经济一旦衰退的话 美元的避险需求就会大幅的下降 美元很可能会下跌 假设在8月份以后经常有这种讨论美国经济衰退 那黄金只会一路的上涨 所以这一点也符合我们这些所讲的7月份加息以后 8月份到11月份之间 12月这段时间 这个黄金有一波上涨 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第二点 对原油而言呢 它是一个利空 因为美国经济衰退的话 那么全球经济呢 就会变得不那么的好 那么此时 经济不好的话 对原油的需求 从供给需求 从供给和需求 这两个方面去看呢 需求端大幅的下降的话 那么这个原油价格 未来很可能就会有一波下跌 所以昨天的行情我们也看到 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分化了 昨天原油的是快速的下跌回落 而黄金呢 一路的上涨 一路的突破 在高位阻力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掉头迹象 对吧 所以啊 这一个投资的计划呢 你可以根据 这个美国衰退了吗 这个重点的去做一个布局 我们看一下当前啊 全球经济的一个状况 第一点 英特尔的业绩陷入谷底 Q2的财报表现 惨淡并下调全年的指引 英特尔是做这个电脑芯片的 对吧 这个手机芯片里面反而没有见到 这个英特尔有什么表现 因为手机这个出货量都已经在大幅的下降 对芯片的需求也没那么高 并且这个芯片荒也慢慢得到一个缓解 第二点啊 印度国际黄金交易所 今日揭牌 会以我们上金所作为榜样 印度黄金交易所简称IPS 那么印度今年呢 黄金的需求将稳定在800分左右 这是一个好事啊 因为这个黄金交易所越多啊 就说明这个黄金的交易呢 越活跃啊 那未来投资黄金呢会更好 对吧 但是这个消息它是一个利度还是利空的 它属于一个比较中性的消息 目前去看呢 只能作为一个知识点 你在黄金投资罐中的一个知识点 要牢记的 第三点欧元气经济景气恶化程度 远超预期 消费者信心创记录的新低 很多唱空的消息啊 不断的出现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啊 大量的机构 大量的资金呢 开始去做空欧洲 什么时候啊 这个欧洲出现明显的这种 唱多的消息的时候 才会表示啊 它的一个做空呢 已经结束了 那么欧洲经济一个强势的做空 衰退的话 很明显就会刺激 黄金的一个上涨 对原油它是一个打压 请大家注意 第四点啊 摩根斯丹利 美国这个全球的最大经济体 似乎即将陷入衰退 美股将面临更多的痛苦 但是目前去看呢 很多企业公布的财报 都不怎么好 所以这个美股的反弹呢 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反弹而已啊 未来还会有一个下跌 第五点啊 八位消息人士表示啊 石油输出国组织 及盟友欧佩克家 可能在下周的会议上 考虑维持9月份的石油产量不变 或者以极小的幅度增产 那么这个消息 对于原油而言 它是一个利多 对吧 供给需求方面 我们看到 需求方面是一个利空 供给方面呢 没有利多也没有利空 保持原来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原油整体而言呢 我们认为会有一个震荡 震荡过程 震荡之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下跌 好 以上就是今天啊 基本面的一个内容 大家如果在投资黄金罐中啊 遇到很多问题 不懂的 不清楚的 不了解的 对吧 也比较困惑和迷茫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益政经营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原油投资不迷路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黄金四小图呢 已经涨到了我们的目标位置啊 根据我们之前给他讲的波浪理论 是吧 他说已经到了这个 1比1的比例啊 所以今天晚上的黄金呢 我们认为啊 涨不上去了 在这个1770附近呢 很可能会形成一个高点 那么当前呢 欧盘已经开始有所回落 但是回落空间并不是很大 四五美金 就看他能不能形成一个顶部了 所以这个黄金呢 我们今天会看他有一个回调 回调 那回调到什么位置呢 理论上就不应该破这个 0.618 也就是1745这个价格 但是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黄金呢 我们是看回调啊 不是看下跌哦 因为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它的终极目标会在1797 这个价格附近 比如说终极目标会去跳1800 1800才会有一个大空的机会 那下来呢 可以注意啊 布局多单啊 1745和1739之间呢 去布局一个多单 如果大家想学习这个K线法则啊 可以加入我们一阵经营 我们看实物文图 在实物文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它最高位的是在1767 比如说这一波 白天的上涨已经结束 已经完成 那么前期呢 已经有过一波的上涨 也是完成 所以两次都已经能够达到目标 说明这个多头啊 它的目的已经达到 因此今天的一个黄金呢 我们判断会有一个下跌 那么它的波动大概会怎么走呢 最好的就是这种走势啊 来一个震荡 再次不破平台 然后下破 哎 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好 就会有一个下跌 那么会看到这个1745附近 这就是一个黄金啊 在实物图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个点 所以那可以啊逢高布局 因为今天是7月份最后一天啊 也是一个月线图的收盘 这个月底了啊 通常会有一些资金呢 做一个平仓 那一旦有平仓的话 就会使得这个黄金呢 有一个下跌的需求 所以这个黄金呢 今天以高空为主 我们看原油啊 原油其实在四小图里面呢 它的整体的格局是没有变的 依然是在那个三角形里面 所以大家交易呢 其实不需要去分析太多了啊 你就完全按照这个三角形呢 DC高抛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个原油呢 它在需求方面呢 美国现有衰退 对吧 上涨呢 理由不足 然后在供给方面呢 下跌啊 我没有增产 对吧 而且你这个欧洲 对能力需求还是蛮高的 所以下跌理由也不足 只能在这个位置啊 DC高抛 等待更多的消息 也去做一个刺激 并且已经到周末了 所以它没理由啊 去突破这个平台和空间 所以能到这个三角形的上方呢 你做空啊 能到三角形的下方呢 做多DC高抛 根据收入图啊 我们所能分析到的 具体的压力位在哪里呢 是在97.84和98.11之间呢 就是它的一个压力位 能到98.11呢 就表示啊 收入图短线的一个上涨呢 已经 历劫 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去做一个空单 但是跌下来啊 在什么位置呢 它就是突破点 对吧 在这个96.8 97这个附近呢 很可能就会走出这样一个形态 上去 下来 碰这个点 然后做一个徘徊 这是一个缘由啊 今天晚上我们判断 大概率的一个走势 所以注意这个位置呢 高空 白银呢 之前突破了这个三角形 我们讲过啊 往哪里突破 就往来做啊 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个20啊 到达了它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所以这个白银呢 今天我们会看 也会有一个回落 它的多空分界在哪里呢 在这个19.97 它的四角度收盘 能够低于19.97 那么白银呢 我们今天会看下跌 那么下跌会跌到什么目标呢 看时光图 根据目前我们的技术显示啊 这个白银呢 它压力位在20.1这个价格 下方呢 在19.81和19.66 19.61这个价格区间 所以呢 最好就是这么走啊 反弹下来 做一个震荡 然后再跌到这个位置 做一个反弹 所以这个白银呢 我们认为会在高位啊 进行一个回调 请大家注意 高抛为主 因为它的目标啊 在大周期已经涨到位了 涨到位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